平常可以做一點簡單的主力訓練或者是重訓 但是如果在辦公室的話 或者是在家裡看電視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很不錯的動作大家可以做 這動作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腳伸直 這個時候可以搭配一點動作是上下這樣子 上下這樣抬 感覺到大腿有在出力的感覺 那接下來換成腳上下這樣踩 這樣踩的動作 那對大部分的年輕人來講這樣太簡單 年輕人的話就會建議說可以買一個沙包 放在腳踝這邊 以而主力的訓練 對於老人家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好 因為很多人到後來他可能會走到極少症的症狀 然後結果就覺得站不太起來 或者是說這個上廁所就爬不起來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古四頭肌在這裡辦也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如果把這一塊肌訓練起來 很多工作很多活動都會變得比較輕鬆 所以老人家的話也是可以看電視或者是 看報紙的時候腳就伸直然後這樣子做 我們說就是對於退化性關節的患者 第一個是我們要強化我們的大腿骨四頭肌 那就是我們剛剛有展示過就是坐著的時候 做抬腳的一個動作 那第二個部分是他常常會有肌肉緊繃 因為退化之後造成周邊肌肉緊繃的情形 那這個時候做一些伸展 像是弓箭部拉腳筋啊 這些的伸展會比較有幫助 第三個部分是我們還可以合併做一些囤肌的一個訓練 強化我們整體下肢的肌群 第一個就是很簡單第一個就往前 腳往前伸 那這個時候還除了可以訓練之外 還可以訓練我們前方的股四頭肌的肌群 手最好要扶一下椅子啦 這樣子可以比較平衡一些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側 訓練我們側邊的這個 這個臀中肌和臀小肌的肌群 那接著可以往後做 往後做訓練 往後慢慢的踢 其實最好是往後動了之後 維持住10到20秒 然後再回來 然後再往後動 再回來 所以側邊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們側邊維持 10到20秒之後 然後再回來 身體最好都要正喔 然後這個時候要扶一下 維持10到20秒 然後再回來 這樣對我們的那個臀部的肌肉 訓練會更有幫助一些 訓練的過程大概可以 5到10分鐘左右 甚至更長也可以啦 到20分鐘也可以 但是如果剛開始肌力沒那麼好 就有少量多次 維持到一天 大概到20分鐘左右 一個禮拜可以做三次 關於膝關節退化 初期有些時候症狀不是很明顯 一個是疼痛啦 但是有些人他的疼痛 其實不是太明顯 那有一些人他是以這個關節僵硬 或者是說緊繃 不只是關節 有時候旁邊肌肉會緊繃 另外就是會無力的感覺 他說現在好像爬樓梯 覺得比較沒有力氣 那其實肌肉看起來量還不錯 並不是肌少症的問題 而是這個關節退化的傾斜 所以大部分會以緊繃 僵硬 痠痛 痛痛 為主要的呈現 這樣子 膝關節退化的成因非常的複雜 所以現在大概也很難說 是哪一個原因是最有可能造成的 不過大概不出幾個原因 是常造成膝關節退化 第一個就是體重過重 有些時候我們在診間會跟病人說 要減重 就是減重是覺得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那第二個常見的原因 就是過去曾經有 膝關節受傷的情況 再來就是有家族史 就是基因的關係 所以有一些家族裡面 假如出現退化腺關節 那自己可能也要小心留意這樣子 再來就是有一種 這個工作或生活型態 是長期要久蹲工作的 蹲著工作的這種 它也會增加我們膝關節很大的壓力 那它也會造成我們膝關節退化 比較可能發生的一個情況 所以大概是這幾種族群 是比較可能會造成退化性關節癮 我們大部分會建議說 減到正常體重 BNI 正常範圍 也不要太輕 太輕反而有時候都減掉肌肉了 肌肉力量就不夠 所以我們會建議它可以從 它原本過重的體重 減到正常的BNI就可以 不需要太輕 還有可能會造成 膝關節退化的一個原因 就是負重下的運動 比如說常常要搬運東西的人 他常常要負重 這也會造成他容易退化性關節 還有肌力不足 所以肌少症的患者 或者肌力不足的患者 也比較容易會有退化的情形 那這兩個部分就很重要啦 因為這在我們後面 如果一旦發生退化性關節炎的時候 我們的一些運動 還有生活習慣修改 就扮演很大的角色 第一個就是 一旦發生的時候 確實我們就要調整一下 以對關節負荷比較輕的運動為主 負重下的運動其實都比較不建議 比較建議的就是 健肘啊 或者是這個騎單車 這一種是對膝關節比較輕的 但其實最輕的還是水中運動 我們都很建議 我們這些的退化性關節炎的患者 如果可以的話 他盡量可以到游泳池去運動 不會游泳沒有關係 就扶著牆走 我想這個都會有幫助 那再來就是 運動下面還可以強化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肌力 我們強化肌力的話 特別是股四頭肌肌力訓練的一個動作 以股四頭肌肌力訓練的動作來講 他可以減少我們膝關節的負荷 避免這個退化性關節炎變得更加嚴重 運動有一些形態 過去都說是不是登山啊 這些有可能會造成 不過其實我們真的看到 登山造成退化性關節的人 並沒有那麼多 原因是什麼 因為大部分這些登山的人 族群他的肌力都很不錯 有在運動的情況下面 反而讓他的關節保護性更好 所以說並不一定說這些活動 運動就一定會造成 重點是肌力要強化 然後盡量避免負重下的一個運動 然後避免久站 久站才有負重的動作 會比較重要 就是我說要做的話 就做我們剛剛說的 低關節負荷 所以很多人會做這種深蹲 我就不贊成 就是像我剛剛這個 同樣是在訓練股四頭肌肌 但是這個動作 他沒有關節的活動 沒有關節的負荷 那深蹲的話 他雖然訓練 蹲本身就是容易造成 退化性關節炎的一個因素 其實深蹲對於退化性關節炎的患者 就不是那麼建議 重訓是可以 但是要做一些調整 那我們一定要跟醫生討論 如果他不知道要怎麼做 當然是要跟醫生討論 但如果他這樣做的話 已經很不錯 然後可以減少關節的負荷 我覺得是OK 這件事情是不可逆 退化沒有辦法說 變回不退化 目前所有的研究 都沒有辦法有這個方式 但是我們可以做的第一個是 減少疼痛 增進功能 那你不要因為疼痛 覺得就都坐著不動 然後影響到你的生活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在處理 退化性關節裡面 最重要一件事情 所以很多人聽到 自己得了退化性關節 就很緊張 怎麼辦 怎麼辦 得了就得了 你也沒辦法去改變它 但是我們要讓你 生活過得比較好一些 可以做的事情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肌力訓練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說 運動型態 生活型態的調整 避免久站 以低關節負荷的運動為主 游泳最好啦 再來就是我們可以補充一些蛋白質 因為蛋白質對於我們的這個肌肉的生成很有幫助 所以我們說除了做肌力的訓練之外 補充蛋白質 坊間有一些營養食品 大家不要熟悉的 葡萄糖胺 他們的研究等級 雖然沒有到那麼的好 但是也有一些的研究是認為說是有效的 所以也是可以補充一些 這方面的營養食品 最後還是要強調 減重還是在這裡 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過重的患者 一定要去減重這樣子 我們剛剛講都是自己可以做的生活上的調整 但是如果是已經開始進入到退化型關節炎的話 那就要做一些治療 那治療的話 第一個當然是我們可以用一些藥物治療來進行消炎的狀況 那第二個部分是我們可以用一些復健儀器 來減緩疼痛 減緩發炎的情形 那第三個部分呢 是大家比較熟知的就是做注射啦 那注射的話 我們目前比較常在做注射的包括是類固醇玻尿酸 還有包括是PRP 那類固醇主要是如果有急性發炎的時候 我們可以注射類固醇來減少它發炎的情形 波尿酸的話 可以給我們這個已經退化的關節一些些支撐 它也有一些些減緩發炎的成效在裡面 波尿酸可以對我們退化性關節炎的做一些照顧 那再來就是PRP啦 PRP它是就是增生療法啦 PRP就是把我們的這個身體抽血之後 把一些些的生長一直萃取出來 然後打到我們的膝蓋裡面去 來促進它做一些些修復的效果 不過我要強調說 並沒有辦法真的長回去啦 只是它可以協助修復 讓它可以減少疼痛啊增進功能 但是如果再更嚴重呢 增進嚴重的話可能就要做神經阻斷術 甚至再到更嚴重我們也可以考慮換人工關節 那另外還有一個可以使用的方式就是穿戴護膝 退化性關節的照顧其實是非常多 而且要根據它當時的病情來做調整 比較常見的治療方式大概是這樣 基建築曼克思宏 基建立的動員 基建築戰